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Steven 那在上一节的课程里边 我们讲了我们讲了一下项目计划流程规范 项目计划流程规范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首先讲了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目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了一下这个项目计划的必要性 第三个我们说了一下项目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 包括审定项目级别 发布项目章程 委派项目经理 第二个组建项目团队 召开内部启动会议 然后有了前面三个的工作以后 我们又讲了一个我们怎样的去制定具体的这么一个项目计划 那最后一个我们布置了一下客户的作业 好 那有了这个详细的项目计划流程规范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对整个项目进行一个评审的流程的一个规范 所以那我们这节课给大家来讲一下项目设计评审流程规范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好 同样 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研发在项目设计方案评审方面管理的制度和一些规范 那主要我们包括一些在项目评审方案过程中一些的优化设计 第二个 你要发现它在设计流程规范里边的一些错误 第三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跟踪需求 第四个就是质量评估 第五个发现风险并且进行规避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目的 嗯 我们再来接下来再往下看 第二个评审的流程 包括下面这四点 第一个就是评审材料的准备 评审材料准备 评审材料主要就是由项目组成员完成 并编写书面材料 提交项目负责人 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些 呃模板来供大家来参考 第二个就是预评审 预评审就是项目组和各评审专家 在评审会前的沟通 就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交流吧 项目负责人将现有的方案 从几位主要的评审专家进行沟通 给各评审专家要留出充分的时间阅读评审材料 这个也是为下面的评审会议进行准备 然后项目专家提出潜在的问题 和希望讨论的重点 并初步形成的 并初步形成一致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准备过程非常的重要 那在我们做这个项目 做每个项目之前 我们都会和比如项目的需求方 或者是项目经理 我们会进行或者是口头上的一些沟通 或者是非正式的一些会议上的一些沟通吧 主要还是希望给双方大家都留出一些充分的时间 我们去准备 好那有了上面两步 我们来接下来再看第三第三个点 评审会议 评审会议 那项目负责人同评审专家进行会议沟通 由专家给予评定 主要就是对这个整个项目 我们进行一个评审 那我们来现在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个技术评审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通过没有就是没有遗留问题 和只是一些没有解决风险 可以很解决很快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有条件通过 遗留问题的存在解决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不影响下一步活动的启动 第4C那就是不通过 遗留问题影响到下一步活动的启动 我必须解决 然后再次进行技术评审 那我们来看可以看一下 通过这次评审会议的沟通 那专家给我们 我们公司是给了三个级别 那我们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三个级别是由轻到重 那对于A通过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解决方案 但是这种情况 在项目的评审会议过程 评审会议过程中 其实很难出现 因为没有一个方案 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都是百分之百 都是很完美的 都是他都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我们去需要去规避 需要去解决的 那我们一般的情况都是 B这个有条件的通过 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但是而且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不影响 我们下一步活动的启动 就是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风险 但是我们有一定的方法 有一定的预案 我们去规避这个风险 好 那C就是不通过 那这个肯定就是说 你这个项目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一些比较大的 一些比较大的 一些有一些严重的漏洞 那我们可能没有去发现 那经过这个评审会议的沟通 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C就是不通过 那我们就必须要返回 我们再去进行讨论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们去解决这个重大的 这个遗留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些技术评审 那我觉得在这三个结论 是对整个项目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那完成了这个项目评审以后 那我们第四点就是项目经理 我们要负责后续问题的跟踪和处理 并且将这些处理的问题记录在案 你方便后人进行归纳总结 他主要就是负责后续问题的跟踪处理 主要就是说你在这个ABC3的条件下 不管你是哪个条件 那我们都要去进行跟踪 进行下一步的跟踪 看他是怎样去解决 怎样去完成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评审流程 其实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主要就是这么几点 材料我们要准备好 进行一个口头上的一个沟通 就是预评审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正式的进行这个评审的会议 最后一点就是跟踪复责 好 这个就是咱们整整个这个本节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评审流程 我们要心里边要清楚这个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一个逻辑 好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项目评审专家人员的名单 那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表格 大家来拿拿拿可以可以进行一个参考 主要就很简单 就是一目了然 这个表格 这个有个序号 这个专家的姓名 他是在哪个领域 领域一领域二或者有些备注 那这些呃可以可以往下无限的延伸 那这些专家我们必须抢来的这些专家都是公司里边 嗯就是呃 数一数二的呃 或者是对这个领域有读到见解的一些人 而且我们涵盖的这个面也是非常广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架构的数据库的系统开发的 那后续我们还可以有那个web开发的 呃或者是html专家的 html专家的或者是js专家 呃等等等等一些人我们都可以去去把它列出来 然后呃有了这个人名单以后 我们将来去做这个评审流程的这么一个去做评审流程里边 评审会议的时候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去呃 比如说发邮件或者是打电话通知这些人去及时的参加我们这个评审会议 从而呢保证我们整个这个评审流程能够呃进行下去 好呃那这节呢是还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就是讲了一下我们这节课本节课的这个目的主要呃 第二个就是一个评审流程 这个也是我们这节课比较重点要讲的一个一些个东西 呃 包括这个评审材料的准备 我们预评审三个评审会议 进行交流 好呃那这就是本节我们讲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三点 那呃 同样还是希望呃 同学呢就是课后的话 就是根据我们我这三点的这个讲解 然后总结出自己的呃一个一个流程规范文 呢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最后一点最后一个小点啊 第四点 课后作业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参考我给的这个项目设计 评审流程规范模板呃规范模板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份适合自己部门业务 或者公司业务的一份评审流程规范文 呃实际上就是把我刚刚这讲的这第二点和第三点 啊当然还有第一点我们去进行一个呃 比较专业一点的比较呃 比较专业一点的一个书面文档吧 那之前几节课里边我有 我有给大家去展示啊 那条专业的文档的一些呃 磨砂的一些注册 那这节课我就不去进行展示了 好那完成了这个评审流程规范文档以后 呃我希望大家再复习一下复习一下 我们这个下一节我们项目实施阶段的一些呃 一些内容项目实施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 这是我们整个IT项目管理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点 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是重点给大家强调一下 那重点的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呃去做的一些东西 你去我们将来需要去讲的一些东西啊 啊啊 啊这这一阶段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吧 好那呃希望大家能够呃认真的完成我这上面的这个两个呃作业 好那本节课就到这里了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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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